我觉得很多人知道你 可能也是因为在网上 有一些文章啊 一些言论 其实就是有的也 因为跟教育有关嘛 就其实争议也挺大的 比如说你之前说 好像是说是中国的国际学校 其实是个国际玩笑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首先其实我也不想树敌 然后我是指的国际教育 因为我觉得现在国际教育 这个词 因为大家都觉得国际好 所以呢 其实里面鱼龙混杂 大量的是拿国际学校 这个名头 去利用家长的焦虑 去做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去 去辨识 什么样的是 就真正的在做 而是什么样的 还是只是拿你的钱 出去玩一趟 接下来大家觉得 国际化就是我英语好 我觉得真正的国际化的前提 实际上是反而是 对自己文化的深入的理解 你看所有的 这些国际化的人 他为什么受到尊重 首先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自己 其实是对他自己的文化 感到自豪 而不是说我赶快想洗白 第二个呢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 这个国际化 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真正的国际视野 而且国际视野不是说 我去美国玩一圈 我去英国玩一圈就好了 其实真正国际化 考虑的很多东西 反而是非常不热门的东西 就刚才讲的 比方说垃圾 你要把垃圾处理好 就是最国际化的事情 对吧 因为这是全世界 都在考虑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一点不高大上 他不是说我每天 我必须要去 什么英国剑桥 去读个下校才可以 这英语没有问题 要学 但是不必要那么焦虑 我必须要去